半導體的景氣 從去年開始出現了雜音 尤其在中國大陸 他們在去年注銷 相關的企業就達到5700多家 那麼在今年第一季 其實全球這個數據都非常的慘淡 尤其大陸的半導體業 披露了第一季度的財報 從20多家企業公布的數據 結果有8成 紅文哥都是下滑的 狀況今年會更慘 我想今年會 應該會更慘 那當然主要是 美國的這種打壓的力量 越來越強大 所以 但是我先講結論 就是這是好事 是好事 就一個產業 有一堆在那裡混水摸魚的 或是在那裡騙補貼的 然後一堆這個 可能都是不學無術 然後就是進來要 不只是強補貼 可能還炒房地產 還炒很多其他的 要賺別的錢的 那這些人把它淘汰掉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去看 就是說過去半導體 你去看就是說 大陸真的投入太多資源在裡面了 所以有很多公司 其實設了一個公司 但其實是 因為只要設公司就有補貼 那因為錢很多 我其實講一個例子就是說 台灣有很多做設計服務的公司 創意 資源這些公司 他們說他們在大陸接了很多單 那些客戶委託來 然後有100個客戶 給他委託設計之後 真正到量產只有1% 就是100家只有一家 真正去量產 另外那99家可能都是 就是基本上 有的可能就是產品設計不好 有的可能真的就是去騙補貼的 所以這整個的情況我覺得 太弱流強其實是大陸需要 很需要做了一件事 因為半導體又比我們過去說 面板LED又更困難 所以它一堆這些人跳進來 其實有很多都是要準備要破產的 所以這個 如果把這些弱的淘汰掉